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有一个支点 生命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欲望燃烧的 过程 人既穷达 事业兴衰 既要不懈努力 又要顺其自然 百米冲刺 有人瞬间就拥有辉煌 而奔跑一生 有人却终生与奖牌无缘 然而奔跑是生命的必须 没有奔跑 我们就会与幸福和痛苦擦肩而过 就会与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质量擦肩而过 男人是数 女人是疼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 也就会黯然失色 剩下一个黑白的世界 生活因我们而丰富多彩 人类因为我们而得以延续 上天赐予我们美丽的容颜和温柔善良性格的同时 也赋予了我们经过不让虚美的勇气 我们 骄傲 我们自豪 因为我们是女人 有人说 女人如泉 可以清澈见底 也可以深不可测 有人说 女人如水 可以波光灵灵 也可以波浪滔天 也有人说 女人如月亮 反射着太阳的光 月亮女人最幸福 无论是月亮女人也好 环 是如泉如水的女人也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做一个幸福的女人 幸福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 幸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们不能给她一个特定的定义 幸福是一种心情 幸福是一种感觉 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对幸福的理解也就不一样 人生有牙 能够守住一份幸福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需要舍去很多东西 所以 有人告诉我们 女人不必太美 只要有人深爱 女人不必太富 只要过得幸福 女人不必太强 只要活得尊贵 这是对幸福女人的写照 也是对女人幸福的诠释 当然 净由心造 一个女人是否幸福 完全由自己的心去感知 做一个幸福的女人 要懂得保持自己健康的心态 假如紧张的现代生活使得你的心乱如麻 你要学着去克服 懂得去调剂 这样你才会真正幸福 做一个幸福的女人 最重要的是满足现有的一切 不苛求现有的生活 有一记古老的养生秘方 其要四位 一约无事已当贵 二约早晴已当富 三约安不已当车 四约晚时已当肉 能够以如此的胸襟去面对穷打苦乐 你的情绪一定是好的 感觉也一 定是幸福的 做一个幸福的女人 不要因为失去什么而苦恼 而应当已还有什么而自信 你可以时刻对自己说 虽然我不漂亮 我仍是幸福的 因为我可爱 虽然我不可爱 我仍是幸福的 因为我还很年轻 虽然我已青春不在 我仍是幸福的 因为我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即使我没有家庭 我仍是幸福的 因为我有一份稳定的职业 即使我没有职业 我仍是幸福的 因为我还拥有亲情 即使我什么都没有 我仍是幸福的 因为我有健康的身体 即使我没有健康的身体 我也是幸福 第一 因为我还有一个善良的新一个女人 只要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不管在别人看来是怎样的 她都是幸福的 幸福的女人 首先应该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 其次才是女人 作为一个女人 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理想追求 幸福的女人 应该是一个自信的女人 自信是女人取得幸福的基础 自信的女人 是坦然的女人 不卑不亢 永远值得男人尊重 自信的女人 用智慧获得爱与尊严 用知识的不断更新来充实自己的头脑 当同伴们在灯红酒绿的歌舞声中忙于应酬 对时候 自信的女人 则会在明镜的灯光下 轻轻翻开自己喜欢的书 让自己在安静独处的环境中 学会用冷静 理智的眼光来审视世界 学会从容 谦和 把书变成一种别人抢不走的特效化妆品 岁月的流逝不仅不会催老她的美丽的容颜 反而会为她增 天心的神韵 幸福的女人 还应该是一个知足的女人 知足常乐吗 人生不如意实在是太多太多 为什么要一直为不如意而耿耿于怀呢 人生的坎坷一道一道 摔倒爬起 爬起后 你就会发现柳绿花香 阳光明媚 人生有乐也有悲 咬 笑也有泪 可正是这泪水让我们知道了欢笑的魅力和不易 也正是这泪水让欢笑又多了几分美丽 我们要用一颗宽容的心 去迎接一切美好的人和事 无论下雨天晴 我们都应该用真诚的微笑 去问候每一位迎面而来的朋友 漂亮的脸庞可以使女人美丽 二十年而良好的修养和高雅的气质 可以使女人美丽一生 幸福的女人应该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我是女人 可软弱不是我的代名词 柔弱的只是女而生 我们不只是反射太阳光的月亮 我们也是能发光发热的太阳 学会从容面对 生活 当我们面对失忆的时候 千万不要泪流满面 要昂起头 高傲地说一句 没有太阳 还有星星的光辉 失去了昨天 还会有今天的美好 坚强的女人 在她保留白领丽人的迷人风采的同时 还拥有一份男性的坚强 在匆忙的节奏中始终保留 从容不迫的风度 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中 都能够游刃有余 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体现自身的坚强 幸福的女人 应该是一个有梦的女人 能懂得享受生活的女人 每个女人一生都在延续一个梦想 都有着对爱情和婚 因充满着美好的幻想和憧憬 做过一场美梦 就不悍此生 始终拥抱幻梦 那是值得回味的人生 幸福的女人应该有梦 我们要懂得用我们特有的温柔 去传导自己的爱 当我们用温柔的眼神 温柔的词语 温柔的动作 把信任与爱轻轻拖起 这本深究 成就了一道最动人的风景 幸福的女人 还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聪明的女人会用心去经营自己的爱情和家庭 她心里蕴含着母爱般博大的情怀 她知道 有时候 男人也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 在他们心灵深处埋藏着一种软弱 她 总会把自己的家悉心经营 创造一个温柔的小巢 带给丈夫 以妻子的娇柔和母亲的宽容 幸福不是天赐的 但也不是可遇不可求的 幸福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去经营和精心打造 女人是春天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 姐妹们 让我们 都来做一个幸福的女人 让我们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的努力和坚持 也离不开您的支持 记得点击订阅和提醒按钮 也欢迎评论区留言 与我们交流 一起维护好这个频道